根据世界十一书报道,萨达姆被推翻下台之后,他的那些子女和遗生,就自然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。 公开报道可知,当初执行萨达姆绞刑的人,也落了个悲惨的下场,第一个抡起斧头,砸毁萨达姆塑像的人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,现在已经为当初的决定后悔了。 2006年12月30日,美军对萨达姆绞杀,并进行了全球播放,可谓是好好体会了胜利者的滋味。 萨达姆一生当中有四个妻子,总共有三儿三女,长子乌黛和次子库塞,在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军给枪杀,14岁孙子穆斯塔法,也一同被杀。 除了萨达姆的子女之外,外界更关注他身边女人们的命运。 根据世界史透露,萨达姆的一双和长女拉加德,及次女拉娜等,都被约旦王室收留了。 约旦的侯赛英国王是一个享受贵族教育,且极其富裕涵养的人,其不仅仅收留了萨达姆的一双,及女儿孙女等,还给他们很好的待遇。 根据报道,约旦王室不仅仅给予萨达姆一双较好的生活待遇,还让他的子孙上了当地较好的贵族学校。 当然约旦王室这样做,主要还是因为,此前萨达姆在任时,伊拉克与约旦关系较为密切。 根据世界史透露,在萨达姆被绞死之后,美国和伊拉克县政府都通过不同途径,要求引渡萨达姆一双,及他们的子孙,可是约旦国王都拒绝了。 美国在中东布局需要约旦的支持,所以其也不会因为萨达姆一双问题与约旦闹翻。 对于伊拉克政府而言,萨达姆已经被绞死,其一双和子孙,不再具有政治威胁,所以也不会因此与约旦翻脸。 根据报道,萨达姆一双和子孙,在约旦生活得很不错,并且约旦国王顶住压力进行保护的做法,还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,并传承了一段佳话。